同修早上醒来之前,梦见师父开示,每天念小房子念一张到两张是一个台阶,两张到三张又是一个台阶,三张到五张又是一个台阶,你们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念下去,师父就是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变成佛,你们以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求观世音菩萨,师父这里再告诉你们一个方法, 当你们刷完小房子之后,代谢完观世音菩萨,不要马上站起来,趁香和油灯还在的时候,继续会在那里,心里想着观世音菩萨,菩萨一般都会过来,你们马上去求一件事情会很灵,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个是真的呀,解什么梦啊,师父们经常这样,马上跟那个一起帮你们呀,学完之后念完经不要马上起来呀,过一会儿感受一下菩萨的存在,过一会儿跟菩萨讲就好了吗,就这样啊 啊,好,好